字幕 李宗盛 什麼 米會唱歌 是啊 你是說 正在唱的米會唱歌 是啊 騙笑的 怎麼可能 真是的啦 不然你來聽看看就知道 海語小聽 咪咪 咪咪 咪咪之一 我是媽媽 歡迎收聽 咪咪之音 每禮拜日再去10點至12點 DFM107.3 咱用電台 大家好 我是會說台語就說台語 不會說台語就說話語的喝大米 不然會補歌給大家聽 也要請你作為關心我們的農村 我們的中米 分享我們生活的國中之味 今天是11點空切婚 第幾點中的咪咪之音 DFM107.3 我是大米 要跟我們這點中來的特別來賓是 彭明麗彭老師 老師好 咪咪好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居然可以上咪咪之音 好榮幸 你當真 我是當真的 因為之前就聽過 我愛生歌咪咪咪之音 我就想說 這個大米怎麼哪一天 我也可以去上上他的節目 多麼的虛榮的感覺 你這樣給我很大鼓勵 彭老師 你說這樣我哪好意思 真的我是說真的 你的口也很多人愛上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告訴我 我們的彭明麗老師 老師其實你是客家人 你台語也很厲害 我台語也很厲害 我台語也很厲害 有的人 台語人說的台語 要不然我的一半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大家都不會說 大家都說法語 對啊 所以 一些書可能你也都會很厲害 就對了 不是說只有普通的開港 我塗一個口齒歌給你聽 好嗎 馬上就要電 真的 對啊 想到口齒我就心頭水 不敢大力好好味 我三堆吃不一堆胖 最怕日出天漸鬼 所以 所學的題目 我是不會孝順 老鼠想起 是臉上圓圓圓圓 化學物理 健康就可這樣 我想要做拼 他又怕人說腳踹 這個就是宜蘭腔的 很好 宜蘭腔的張舟腔 不像一般 對 宜蘭腔的張舟腔 對啊 宜蘭講的宜蘭的閩南語 其實就是張舟腔 因為他保存的這麼好 就血碎一直沒有開通 所以他跟外面沒有 人家講沒有染到 沒有染到 對 我們都說吃胖 宜蘭這裡都說吃胖 一般都說吃飯 宜蘭都說吃胖 配肉軟 吃肉來燉這樣子 對對對 明莉老師 你這個技術是不可能你自己寫的 沒有不是 這是阿鏘老師寫的 這可以用唱的 但是我的歌聲不好 這用唱的很趣 不過我覺得你自己已經準備好要唱的感覺 沒有 我怕我一個手 你的收聽率總要飆升 當到零就完蛋 大家趕快關掉 不會了 魔音傳老 我們剛才聽到那首歌 最對是能讓收聽率飆升的 那就是陳明章老師的 郵黨輝新娘 這首歌有夠好聽 對 我也相信郵黨輝 這是最近我們出門 五月學 看到山區 都很欣賞 尤其在一開始要聽這首歌 我也覺得這首歌 對彭明麗老師來說 是這心情特別不一樣吧 對 當然 你怎麼說 三四月四月五月 都是童花季 在客家的童花季 其實那是北台灣 北客家才有 南客家就沒有 就過了佐水溪大概就沒有童花了 所以在南部 比如說是六堆 還有屏東美濃那些的 他們就沒有童花季 對 那桃竹苗 桃竹苗還有宜蘭這邊 就是靠北部這邊 這邊才會有童花季 因為才有童花嘛 那才有童花季這個活動 其實童花 它可以說是 客委會行銷的 最成功的一個活動 算是最大型的活動 它等於是類似病毒行銷了 對 你用北斗來形容就對了 比如說我如果感冒打鼓 我如果唱一下 別人也會讓我團念到 那童花就是 它剛開始的時候是在 剛發想的 2003年發想的時候 是在苗栗大湖地區 那大湖地區 剛開始做的時候 是小小一個類似祭典 就是祭拜天地 拜土地公 拜北宮就是 北宮就是客家化的土地公 就是這樣小小的 結果沒想到 第二年開始 每個地方都模仿 就好像已經被傳染到了 一直到現在來 每年的辦理 就已經變成非常大型的活動 那其實 童花它 應該說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吧 就是 早年日本時期的時候 日本人是跟台灣要的是梧桐 梧桐 梧桐樹它是因為它 它的質很輕 然後那個板子非常好 日本人拿做那個抽屜啊 或家具啊 那個灑毒啊那種 因為它的料子 木材非常好嘛 可是呢台灣人 不曉得是不認識梧桐 還是因為想要它長得快一點 不曉得 就種了很多 滿山片也種了 但是種到的是千年銅 對不是梧桐 因為梧桐長得慢 千年銅長得快 那日本人知道 他不需要那種的啊 所以他不收購以後 就棄之不用了 那也是 莊子說的 無用事為大用 誰會想到 這麼多年以後 變得滿山片野 大家來賞童花 其實那個時候它是 呃是因為大家就棄之不用了 那梧桐樹它又是 它的樹下 它是一個很霸道的物種 啊 它的樹下是長不出 任何其他的東西的 哦 對 所以 那時候就已經種了這麼多了 既然沒有用 也沒有人會去砍它嘛 嗯 就任由它去開花結果什麼 那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要去 因為以前那個 呃化學的物資 還沒有很流行的時候 我們會去撿油桶子 嗯 油桶子然後會有人來收購 然後他要去做銅油 銅油就是可以做防水 嗯 比方說呃 呃 船舶的那個接縫啊 或是 最有名就是油脂傘 油脂傘上面防水的那一層 就是用銅油 那後來後來那個化學的防水的物資出來以後 銅油也就沒有人要了 嗯 那我們以前撿石油桶子 以前小時候看到銅花開的時候 就是小孩子要掉眼淚的時候 哈 因為再來要撿油桶子就很辛苦了嘛 哦 對 那以前上學都要帶著一個塑膠袋啊 或是一個布包啊 因為回家下課就要沿路撿油桶子回來 嗯 那現在呢我們上學這這個路呢 現在變成最佳的賞童步道 對啊 因為非常多的油桶花 以前是 因為那個是十階嘛 嗯 我們下課就要用跑回家 下下階梯 啊那油桶花會滑 哦 然後你就會跌倒啊 所以就很恨他啊 一呆一呆 一呆一呆 然後就很恨他啊 我說為什麼會這麼多 可是現在人好喜歡 覺得他那最漂亮 所以 大家去山一賞童花 要想到名利老師在那裡跌過好幾次 對 不是 我上學的那個路是秘境 哦 沒有人知道 不是不是現在開辟出來的什麼賞童古道啊 挑炭古道那些 挑炭古道 採茶古道 那都是以前我們走的路啊 嗯 我跟媽媽去挑木炭啊 哇 你就是在那個地方長大的啊 對 你是苗栗三藝人 苗栗三藝人 嗯 哦 山上的孩子 山上的孩子 好了好了 等一下關機了 山上的孩子 對 然後 呃 這樣子長大了 然後後來你對於整個客家文化 我這樣跳很快啊 不會啊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很想聊到說 你竟然對整個客家文化投入那麼多 那麼久 其實呃之前在三藝的時候那時候念書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嗯 那是到宜蘭那時候呃 呃 柯委會 柯委會成立以後也是2002年2001年 柯委會成立以後才有推客家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他推了童花季以前幾乎每一個人都不太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啊 對 因為呃 客家是一個自卑的民族 哦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會有張權月三級蟹鬥啊 或是 或是呃 張權蟹鬥什麼的 客家都是打輸的那一個 嗯 然後打輸了就會 呃比方說我們兩個打架好了 你打輸我我見到你我就打你你會不會一直躲起來 哦 然後一直不敢表明自己是客家人 哦 對對然後再加上呃以前有學校有推行那種不准說方言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經過那個年代 就是在學校 哈哈哈哈 這樣說起來 你是說欸欸欸等一下方言不是都呃好像台語嗎 台語米南語都不行啊 所以客家話也是不准被說的方言之一啊 不准只能說華語 在學校你只要不管你是說閩南話說客家話或說原住民話都不行都要被掛牌子 哦 然後掛牌子你就要去抓人你就是鬼你要去抓一個鬼出來也 然後把牌子交給他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 現在那時候會覺得很好玩 現在覺得哦這是好可怕的一種滅絕另外一個族群的 因為族群的滅絕他的語言滅絕他的文化也就滅絕了嘛 所以在當時大家小朋友小學生嘛 會覺得好好玩我拿個牌子到處找人 誰講客家話 其實客家話有時候你已經習慣了以後啊 你不管是台語或閩南語 你習慣以後你常常會脫口而出 對 那就你就會拿到那個牌子 你拿到那個牌子到放學你牌子還交不出去的時候 老師就會出發 牌子上面有寫什麼嗎 我說不可以說方言或者說我說方言 就是每一個學校每一個年級做的牌子是不一樣的 一種拿著很具體的像污點的東西拿在手上 我有這個污點這樣子 對對對 就像古時候的囚犯啊犯人 臉上都要被勤面一樣的 回家怎麼在面子 你做不到事情 有時候就是會你到下課了 你牌子還沒有交出去 老師就要罰你打掃 或是罰你罰站或罰寫功課等等之類的 嗯 就處罰的方式不一樣 嗯 所以你說不只要躲起來 打輸了感覺就 我就想躲起來 然後連語言也都 也不敢講 然後就變成 呃 學閩南人 因為那時候閩南話是大多數嘛 嗯 那就學閩南話 所以客家人他學 說實在說學語言比較容易學 比較會 嗯 像很多客家人會講閩南話 對啊 但是閩南人不見得會講客家話 大部分都不會啊 對對對 而且客家話不好學 嗯 對 尤其那個 那個音 很多人發不出來 嗯 像比方說 頭 我們講頭 頭卡 那客家話說 頭哪 那個頭 對 你就變 就發不出來 我們說 頭 就是那個 那個音 很多人發不出來 嗯 對 所以呢 那到宜蘭以後呢 就跟著陳靖傳老師啊 還有張靖清老師他們 那時候課委會就有有很 剛剛成立嘛 就很積極的要找出各地的客家人 嗯 或隱性的客家人 嗯 在宜蘭就非常多的隱性的客家人 嗯 比方說是呃 雙蓮皮啊 呃 天宋皮啊 東山 珍珠社區啊 圓山社區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 那但是已經都不會講了 那在 宜蘭的客家人呢 又有 又分了很多種分清朝時期來的 嗯 日治時期來的 或是民國時期來的 對 都不同時期來的 就不同時期的 民國以後來的呢 比較會說客家話 嗯 那清朝時候來的 已經到了 第五代第六代了 幾乎都不會講了 嗯 那 比較 嗯 怎麼講 他不會講 他也不知道他是客家人 對啊 你說隱性 對很多 你說這個要去從這些隱性 你剛舉的雙蓮皮 天宋皮 這些有隱性的客家人 怎麼去發掘那個是隱性的客家群落 呃 在我們的幾次的調查裡面 我們後來就是從 墓碑 足跡 哦 墓碑我們在掃墓的時候 墓碑上面左右兩側會有兩個字 那是你的足跡嗎 哦 祖先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的 對 那我們發現 呃 在東山路浦那邊哦 百分之八十幾 將近九十都是 昭義 就是昭安客家的 嗯 然後 呃 那雙蓮皮那邊 因為我之前去做了田野調查 知道 那 很有趣的就是 雙蓮皮那邊的人文歷史幾乎都沒有人做 嗯 沒有人去訪談過 那是因為之前的人去訪談 沒 他們的防衛心很重 嗯 嘿 你跟他講閩南話他就跟你講閩南話 嗯 他不會跟你表明我是客家人 嗯 嘿 然後 或者他願意跟你講國語 那 所以 嗯 你用國語用閩南話去訪談他的時候 他那個戒心是會出來的 那他戒心出來的時候他不會告訴你一些 他的比較深層的東西 那 在我去訪談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用客家話跟他們講 那那些阿公啊阿嬤啊 好高興哦 嗯 對 他們覺得哇好稀奇哦 居然有講客家話的人 嗯 而且在這個地方有人要來問 呃 他們以前的歷史從哪裡來啊 怎麼樣搬過來之類的 嗯 就聊得很開心這樣子 嗯 那我之前有訪問一個94歲的阿嬤 讓我好心疼哦 嗯 我去訪談他哦 他跟我講講那個故事 講講講講他們呃 怎麼樣搬過來 然後他們生活在在山上的情況 怎麼樣生活 講完的 就 所有的事情都講完了 大概 過了一兩個月 他就生病 就走了耶 讓我覺得說 他好像在等我去講故事 給我聽這樣子 把他的故事記錄下來 然後他覺得功德圓滿 他就走 其實他 我去訪談他的時候 他身體非常的好 他還會自己去 砍柴 然後燒水煮飯 等兒子回來吃飯 他不只自己一個人生活 他還有兒子跟他一起 兒子媳婦都在一起 對 那時候訪談的說是 兒子媳婦都到田裡面去工作 然後他就在家裡燒飯啊 燒水啊 就是要洗澡都用那個大皂燒水 然後等兒子回來吃飯 這樣子 他九十幾歲 九十四歲 他身體還非常好 可是阿嬤他是不是也就只能夠使用客家語言 他平常還會 台語 哦 就像你剛剛講的哦 對 他會隱藏 你用台語跟他講 他就用台語跟你講 他也不跟你講 我就是客家人 或者是說 除非你自己用客家話跟他講 然後他才會 很高興 而且客家話 他 呃 在雙連坪那邊 客家話 大部分都講 呃 海 海陸 海陸槍 對海陸槍 客家話 現在比較大的系統 我們一般講 客委會在分 呃 客委會他分的比較大的 強的分系是五個嘛 嗯 四縣 海陸 呃 大埔 昭安 勞平 那昭安跟勞平這兩種話 幾乎都已經 會講的人不多了 嗯 但是在大陸福建那邊 招安縣 還是講招安客話 嘿 那在台灣現在就是雲林 倫平那邊齁 都已經在一直要用復興 要振興這個話 嗯 嘿 那大埔話就是在 呃 東市 東市那邊都大埔槍 對 苗栗大概就是四縣 新竹大概就是海風 嗯 那我們記這四種啊 最好記就是四海大平安 欸 四海大平安 對啊 四縣 海陸 大埔 腦平 呃 昭安 呃就 嗯 對 那這是這是那個呃 可我會分的啦 嗯 其實要分的更細還更多 四縣就就分 花蓮四縣 北四縣 南四縣 就不一樣了 嗯 對 你像美濃深翔他們的四縣 對 四縣牆跟我們的四縣就有差 有差一點點 類似 類似說我們講 台語也有張舟腔 泉舟腔一樣 嗯 大部分聽得懂 會有一些不一樣 比方說剛剛講 吃飯跟吃飯 哦 在這個就會小小的不同 嗯 嗯 雖然有一點差異 可是在同樣共同語言的使用者來講 很容易就可以聽得懂的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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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以真正很熟悉客語的呃的客家朋友來講 應該也不多人能夠像明利老師這樣講出四海大平安 對不對 真的嗎 啊 我覺得我們對自己的族群其實大部分都不了解 都不夠認識 對 然後都是很粗淺的覺得啊 我就這樣子而已吧 有那麼多嗎 而且現在比較 呃 比較可怕的是 我們比方說閩南語也是 閩南語在家裡面 阿公跟阿嬤明明在講台語聊天 可是他一轉身跟孫子講 會講台灣狗語 對啊 對 那變成你為什麼不直接跟孫子講台語呢 嗯 然後國語在學校就可以學的會了嘛 嗯 那為什麼需要學校再開個鄉土語言 來教小朋友講台語 嗯 教小朋友講客語 嗯 在家裡面就可以講了啊 嗯 你在學校教的再回家沒有講也是 也是不會不會講啊 嗯 嗯 我覺得很可惜 那明利老師你今天會不會很想念苗栗三億 我說今天母親節 會啊 會啊 我更想念在天上的媽媽 哦 媽媽在天上了 對 因為從小其實是跟著媽媽滿山跑 嗯 所以對於媽媽的那個感情 會特別的不太一樣 嗯 因為我是長女嘛 所以弟弟妹妹們的照顧 媽媽去工作的時候是我在照顧 長女如母 啊 長姐如母 也許吧 嗯 我還背過背過我弟弟吧 好像我弟弟還是我妹妹去上學 哦 一年級的時候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哦 所以我看日本那個阿信有沒有 對 我就覺得嗯 我的生活比他還苦耶 可是現在回味起來啊 你會覺得以前的苦是現在你生活的養分 是 嗯 嗯 嗯 十一點二十六分 今天邀請的是彭明莉老師 是客家文史工作者 老師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開工到油童花 對啊 講到你在苗栗三億長大 啊這個油童花哦 現在剛好五月血 五月血期間 對 現在滿三片也都血 啊但是今年宜蘭比較看不到 啊 因為七以後的關係 去年下了一場雪 把所有的動物 那個植物都搞亂了嘛 哦 你知道童花是搞一夜情的嗎 你怎麼這樣子 你 你說童花搞一夜情 這是什麼意思 哈哈 因為童花它有分熊花跟雌花 哦 熊花它大概一個晚上 它就要掉落了 我們現在看到掉在地上 整整朵的那個 它會旋轉的飄落 嗯 很漂亮好像跳舞一樣 嗯 其實它是熊花 哦 對 它跟雌花呢已經 呃受粉完了以後呢 它就飄落了 嗯 就壯士帶斷丸 它的任務已了 就得要飄落下來 對對飄落下來 那雌花它就留在樹上 它飄落它是一半一半的飄落 花瓣一半一半掉下來 對對 一半一半的掉下來 那因為一半一半的掉下來 所以比較人家 比較不會去注意到 哦 對 那熊花它因為整朵 然後它又會旋轉 嗯 它那個好像竹蜻蜓一樣這樣 它會旋轉 所以大家覺得好美哦 那雌花好可憐 它就沒有人注意它 因為它要留在樹上 傳宗接代 嗯 所以就不被注意 就像媽媽一樣 媽媽永遠是很低調的 在那邊做自己的事 默默的做完這樣子 嗯 然後爸爸可以到處去玩啊 到處去賺錢 到處去玩 就跟雄花一樣 欸 現在如果有人 有爸爸要打電話進來抗議 也沒關係啦 哈哈 我相信有些爸爸會想抗議 哈哈哈 人家有些爸爸說 我也很低調好不好 哈哈 我也沒有旋轉的那麼的 那個阿諾多姿 我是我是一下子就掉到地上的啊 我也沒有那麼注意 那是因為體重的關係吧 哈哈哈哈 體重的關係 哦 原來 油桐花會掉落一整朵的是熊花 對 哇 這個學起來 對 它是怡野琴的創始者 嗯 那我們去賞童喔 尤其現在五月雪的期間 呃 明莉老師你覺得賞童花 對於現在的這樣子的文化氣氛來講 這種觀光的方式 就賞童的這種呃 觀光客的角度而言 我們有哪些是需要比較注意的 或者不要太太淺的去看童花 其實怎麼樣去看童花 就看每個人去看 但是我碰到一個我親眼所見的 嗯 我是覺得很不可取 就是為了要看童花飄落 然後拿場竹竿在那邊打 啊 然後或者是去搖那個樹 嗯 這樣子去搖 你去日本賞櫻花 你會去搖櫻花樹嗎 嗯 一定會被打死吧 我那時候看了我好生氣 我會覺得 我們的樹 觀光 觀光樹枝 為什麼 這 這麼的 可能 可能這個很少見的例子啦 啊 欸我們就覺得它是二六好的啦 欸 不可以啦 不可以啦 那你要被這個黑鍋 我們也不確定啊 對啦 這真的是不可取 它會飄落 只要瘋來 或者是它的任務完成 它就飄落了 嗯 那我們賞花就在樹下靜靜的賞花嗎 嗯 那現在比較特別的就是 呃 客委會他也有做那個測試喔 賞銅的測試 就類似 呃 日本櫻花 哪個地方櫻花開了多少 哪個地方櫻花開了多少 現在銅花也有這樣 那我們要賞銅花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客委會的網站 或是到Seven啊 超市去拿賞銅手冊 我們就可以知道 哪裡銅花開的比較多 嗯 那我們要賞銅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說 呃 可以先做一下功課 對於銅花有一點了解 我現在賞的是千年銅還是三年銅 嗯 對 一般我們看的是千年銅 三年銅它的花長得比較不一樣 那個年份怎麼差那麼多 一個是千年 一個是三年 對對對 它開花因為它長的速度 還有它的花也不一樣 那三年銅的花比較沒有像千年銅 這麼這麼招搖 這麼一開就這樣滿山遍夜這樣 嗯 它比較少 然後它花型比較不一樣這樣子 嗯 那大家注意那個油桶子是有毒的 你千萬不要拿來吃 哦 會有人想把它拿來吃吃看 有些人可能看到 拿來啃啃看呢 那不小心碰到的話 碰到倒不會 哦 對對對 你不要去去咬它或去這樣 當然 因為這個銅子啊 它是可以做油桶 但是你要挖開來的時候 嗯 它裡頭的銅子是有毒的 嗯 嗯 對對對 其實明麗老師你們在這個客家文史工作方面的投入 像是 不管是你自己小時候油桶花明明是令你會覺得 害怕的 因為要 會想哭的 會想哭的採銅油 對 可是身為客家人也知道油桶花變成這個花季的觀光之後 對客家族群來講也是很重要的一種 也像文化代表這樣 是 像呃 其實科武會推這個銅花季也是讓許多的產業增加了它的產值或是一些呃文創事業 比方說現在有很多的呃 呃 銅花杯子啦 或銅花的產品非常的多增加了許多的產值 不過嗯 有些東西你如果沒有持續的創新的話 如果每年都是這樣子銷龜草水的話 可能到最後會比較呃 然後如果每一個銅花季的活動都只是唱唱歌跳跳舞 嗯 吃吃喝喝 如果每年都是這樣呃 一般遊客是會疲憊的 嗯 對 那對於呃 鄉下地方的話 一年一季的一年一次這種大拜拜式的熱鬧啊 嗯 有時候造成的那種垃圾 我說實在我們大部分的觀光客都是很棒的 那只是有一些人就是會把垃圾啊什麼的 甚至於在車上換了小朋友的尿布 嗯 就這樣扔出車窗外這樣子 嗯 那對鄉下人來講 鄉下真的是非常的淳樸 他不會去追打你也不會去怎麼樣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這造成他們的困擾 嗯 嘿對 那在賞瞳的時候 千萬拜託不要去搖樹 嗯 嗯 你搖他掉下來他還沒有傳宗接代啊 人家說不定正在受粉 你又把人家搖下來怎麼辦 他受粉不分天亮還是天黑是不是 就他開的 哈哈哈哈 就他開了就是會去有蜜蜂啊 什麼會去說 搞不好蜜蜂正在那邊忙著受粉 你又把他咬下來 是 人家在辦事情 對呀 不要吵人家 不要打擾 來拿回來樓歪掉了 明莉老師我想請問喔 你像是我們藉由比如說童花季 它去凸顯客家族群 客家文化的重要性這些來講 相對於你剛剛一開始有說到 呃很早期的像客家人 他們反而隱性埋名 有點不想讓人家知道我就是客家人 對的比如說你舉了宜蘭的這些例子 那這個改變有嗎 就是慢慢的尤其以宜蘭來講 慢慢現在其實在宜蘭 現在慢慢浮現了比較 呃就是因為辦了呃 比較多的客家的活動 那現在比較多的社區 願意承認他們原本 他們呃至少會說啊主集 嗯主集是客家 只是說現在不會說客家話了 那現在很多學校也有呃 鄉土教學就是有教授客家話 嗯那也有呃有小朋友來學 就是小但是比較難 比較難處理就是小朋友學了 他回家沒有對話的窗口 他沒有對話他就好像我們學英文一樣 我們背是背 但是考完是一定就還給老師了 對啊沒有常練習 對你沒有常練習 但是如果把你丟到美國去 你大概一個月就就進步神速 對就講得很好了吧 對那這個對語言是要一直去講 那你沒有講的話 你光是學校學 也許你可以考試 可以通過認證 也可以唱一些客家歌 但是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對話 嗯嗯嗯嗯嗯 對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對於呃您還是很使力的 呃真出來在推廣客家文化來講 在宜蘭然後接觸這些客家族群 嗯那種嗯慢慢的 因為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也是跟文史工作者 在呃宜蘭某個郊區 然後他看到三山國王廟是嗎 啊對然後就會他就很本能說啊 這邊一定是客家族群 他就進去跟他打招呼 結果那個阿公就就說沒有 我不是客家人沒有 然後這個文史工作者他就說 不不太懂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所以我大概現在因為經由彭明利老師 剛剛一開始的解說 我有點懂那個意思 或許他們已經長期以來覺得沒有什麼好 特別要說我是了 對對對其實三山國王廟呃呃 在桃園桃竹苗的三山國王廟加起來 沒有宜蘭的多哦 你知道嗎 宜蘭的三山國王廟真的是全省最多的 嗯然後東山地區又是密度最高的 嗯宜蘭有四十多間耶 你說真的是客家人拜的嗎 其實其實嗯我覺得不一定耶 我覺得因為呃東山那邊哈 招安客家比較多嗯嗯 那招安客化他又比較接近閩南化 所以他很容易被銅化掉 那你說是我我比較相信說三山國王呃 他是呃招安客家拜的那但是呢呃 三山三山國王的祖廟 在大陸地區的祖廟 他是位於閩南嶼的地方哦 對所以這個是不是說是客家的呢 但是很難很難很難去說 早期誰無殺過來的呃 來到伊朗開墾的那些人 是文献記載是張全月嘛 嗯張張州人有多少全州人多少 呃月籍的有多少 但是月籍真的就是客家嗎 嗯嗯 那張張張州張州就是閩南嗎 也不全我來不全然是嗯 嗯嗯 招安他招安南進大平和這些都有部分的是客家人 嗯 但是他是屬於張州級的 那如果說無殺帶了這些人過來開墾 如果張全月這三級的人 如果他們語言不通的話 他會一起工作嗎 啊 對所以是我一直懷疑說 因為張州全州月籍都有客家人 嗯也有閩南人 那這三級的人他會帶這三級的人來 表示這三級的人應該是語言是可以通的 嗯他不是講閩南語就是講客家話 嗯對不對嗯 尤其是那個年代嗯 那個年代你 就像就像日本時代 日本人推行這個移民政策的時候 要要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到這邊開墾的時候 也都是親屬啊 我到這邊開墾不錯了 哎我再回去招 叫我阿公阿伯阿伯來 嗯對不對 一定是親屬之間的拉扯嘛 嗯那語言一定是最重要的嘛 嗯像雙連皮他們 最大性的五個性全部都有親屬關係啊 嗯對 所以你說 三三國王是不是客家人廟 其實 有爭議啦 嗯 也不一定 也不能說完全說不是 但也不能說一定是 嗯嗯對 你看你如果說是客家廟 那為什麼桃竹苗地區 三三國王廟 這麼少 嗯 而且我從小到大沒有拜過三三國王耶 哦 我是到宜蘭才知道有三三國王這樣的廟 哦 我們從小都是拜那個五個王 五個王 五谷王 五谷王就是神農士 欸 對 做農的 歐勒拜神農大帝生日 嘿 四月二十六 是 我們小時候就是欸 四月二十六生 熱鬧 我們學校還會配合放假 哇很大的日子喔 對啊 嗯 就是在鄉下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 但三三國王廟就沒有 嗯嗯嗯 在客家人比較多桃竹苗客家人拜的最多的是神農士跟藝民 嗯嗯對 我們多知道一些這些是可以幫忙有有時候不要太固執於以往的認知這樣子 不過我自己也還是有一些些好奇是覺得呃彭明利老師在文史工作這方面 這麼樣子這些年的付出投入為什麼你覺得那麼重要就是去喚起這些民族呃這些呃族群的團結或者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些這種認知為什麼那麼重要 嗯 如果說一個語言的想一個族群呃如果他的語言消失了他的文化就消失了嗯就完全消失人他講說原住民語已經在加護病房了嗯嗯 那客家化在急診室那閩南語也即將要進入病房了嗯所以你看現在年輕一輩幾乎都不講如果說是我們都講母語母語嘛那既然是我們的母語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學校來開課來授課嗯 來說正心或者是父心嗯既然既然是母語就不需要這樣嘛對不對嗯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們的語言都消失了那我們以後要再去找回來很難嗯嗯你要消失很快啦要破壞很快要建設就很難嗯對啊你要去再去找回來在家裡面如果都不談不講 那你在學校那你在學校再怎麼學都沒有用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嗯而且我們現在呃大家都忘記了很多以前的很美的文化 比方說閩南不管是閩南或客家或原住民有很多的傳統的習俗慢慢慢慢都沒有了 那我們變成要用辦活動來讓大家體驗對這就是就像現在的農村社會一樣嗯 嗯我們要讓大家來體驗用手割刀子嗯嗯然後用雙腳踩到泥土裡面而不是機器現在變成要用體驗嗯對這是嗯語言也是一樣啦我們要怎麼樣嗯我是覺得說如果我們在家庭裡面可以就直接講我們的母語嗯那要講華語在學校都可以學得到嗎老師都會教嘛那我們何需要再開一個所謂的鄉土語言嗯那我們可以變成鄉土語言嗯 讓小朋友來學學我們自己的文化對這個在今天母親節的時候聽到明立老師這麼說我覺得就更更打中人心了因為為什麼他需要這麼認真這麼這麼多年就老師只做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母語很重要啊 所以喚起媽媽媽嗯就是你打從哪裡來對用你的語言然後更認識自己了解自己來聽這首 明立老師的名詞主語言聽到這歌才不知道 PieONY Cabelle mile aç 不知道人聽到不知道人 聽到不知道人 assists 聽到無人的 seven 聽到無人的 a 你說就好了我別說就是 打幫你樂團的歌客 男演老師是什麼 deb 就得过客语金曲奖最佳入围的 这位歌手叫刘荣昌 阿穹 这唱歌 唱歌无人的 意思是说 我们的客家乡亲 很好客 人家如果一个人来 就把好吃的 好听的 好适的 东西都拿出来 这个很好客的心情 这个打帮你乐团也很有意思 他就打帮你三个字 打帮你 就是有你真好 打帮你是有你真好 或者是谢谢你帮忙我 学起来 11点51分 在咪咪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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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10点 至12点 我们进行第2点节目 今天第2点节目来宾 是彭明丽老师 文史工作者 尤其在客家文化 这些方面的研究 非常非常认真 我哪会好意思 说人认真啊 我是什么歌 我是要说哦 很趣味的啦 是很趣味的啦 刚才听到像那些 通都没人的 你说台语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通到抓不住 漂亮 通到抓不住 打帮你乐团的歌曲 再来哦 这个节目已经最后 存一段时间了 我们来了解哦 像通明丽老师 你在做这些 很差别的活动 比如说你在社大 宜蘭社大也有开口啦 你扮一些跟文史工作相关的 这些活动顶顶 你也有看到我们宜蘭 是不是也有很多新生代的 这些文史工作者 老头啊 大家叫少年家 都对这个文化 对对对 少年一步一步出来 现在很优秀的 对对 好优秀 现在出来的 像四九啊 仙女啊 还有小尖啊 小尖蔬菜 哦 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厉害 加上还有大米 你也是啊 我算是吗 你 一定是 哦 谢谢 那最近这个活动 有些也有很棒的活动 我们这个是最实用的 请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 推荐哦 推荐大家可以参加 呃我 今年我策划的 春若美学的活动 升官发财之路 啊 升官发财之路 听起来蛮吸引人的哦 对对对对 我们人活着 要升官发财 要拜文昌庙嘛 对不对 那过世了呢 过世了要升官发财 也要升官跟发财嘛 官木 哦 对那要到城隍也去报 去报道嘛 那这个呃 一路下来呢 会有哪一些传统的习俗啊 或者是有哪一些好玩的事情呢 我们就这个活动 邀请了林正方老师来帮我们带入 5月27号跟28号的下午2点到5点 那结束呢 还可以吃一碗宜兰传统的减买 对那但是27号的活动呢 已经爆满了 剩下28号 那欢迎28号还有几个名额 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搜寻宜兰城故事馆 然后可以直接到网路上报名 欢迎大家 宜兰城故事馆 是 对那我们在这个整个活动结束呢 就会在宜兰城故事馆里面吃宜兰传统的减买的 升官发财 感觉蛮刺激的 对对对 有活着的升官发财 也有过世的升官发财 就是呃 城隍街有很多的棺木店 棺材店 对对 所以棺材店呢 以前大家会很害怕 很禁忌啊 对啊 现在人家把它做成钥匙圈啊 铅笔盒啊 也不也不会啊 也不会看起来也不会说像以前很可怕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烧烧的嘛 所以那种传统的棺木比较少在用了 怎么会想要去探索这一块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 我们很多传统的习俗都不见了 那现在的人过世通通都送到烤肉店去了 不是啦 那个福源啦 这会说算笑的啦 都送到福源去了嘛 那就比较少知道说像从前的人 刚过世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的习俗要注意 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 感觉也不错啊 也很好玩啊 那你怎么知道以前叫什么叫做习头 什么叫清水 什么叫做搭烫这些 那你来参加一趟你就可以了解 而且可以知道依然旧城里面很多的老地民啊 比如说闫口头啊 十字大街啊 在哪里呢 那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就通通都可以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叫做分头 分头 就是分的头 不是 是灵魂的头 哦 对 那两个分头 对 这进出门的活动啦 剩下几个名额而已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参加 宜兰城故事馆 这个可以搜寻看看 对 直接网路上报名 因为我们要办保险 所以必须要有个人资料 对 我觉得这是访问彭明丽老师意外的收获 因为平常在推动的活动那些 那么多 我们刚才能够到这次要报名 大家就可以留意看看 那老师 在几分钟的时间 你给我们一个指路一下 就是一般我们想会多接触这些 尤其你所熟悉的客家文史工作 这一方面的领域 我们可以有哪些管道可以接触 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宜兰县政府有客家事务科 或者是客委会 那这些网站呢 或者说在我的FB 大家可以搜寻ALIPE NG 那我都会公告一些相关的活动 不管是客家的 或者是宜兰 在宜兰的活动都会有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宜兰文化中心服务台 也常常会有一些资讯 可以有一些 像这一次春落美学 它有一个手册 大家也可以去拿 也都是想要参加的话 都可以来参加 春落美学 这个也是很棒的一场的活动 也是持续很久了 对 遍地开花了 谢谢明丽老师 谢谢米达米 今天讲了这么多有趣好听的故事 然后带我们重新认识了 一夜情的油童花 歪楼了歪楼了 谢谢老师来 谢谢 谢谢大家 本节目感谢 欢迎光 红卡春 白白白 水嘉宁 独家赞助 感谢收听 下个星期再会 米米之音节目感谢 萤火虫 白富洋鸡 彩玉 花嘴鸭 还有红冠水鸡 独家赞助 下个礼拜天 早上十点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